这根长寿面足足有九米长 九根九米长的寿面放在一起 有九九长寿的含义 要说到最受大家欢迎的 还是这个重阳糕 用浇米做的 人家厨师告诉我们 里面的豆馅一定不能打得太碎 否则没有豆馅的香味 这些都是重阳节的团体学识 看起来样子好看 其实我们不妨自己动手 做给长辈吃 形意自然不一样 一个小摊过后 您看我们这个桌子上 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首先咱们得给大家伙说说 这个重阳糕的事 我们这么多种 您别急我们一样一样给您说 您看有这种重阳糕 这个呢是这个黑米小豆的 还有这样的果仁的 当然我们这边还有 这种豌豆黄绿豆黄的 这些重阳糕 咱们过去的人吃的是 什么样的重阳糕 过去重阳糕有三种 一种叫醋花糕 花糕 一种叫细花糕 还叫奶油花糕 这没了 那时在过去北青条 有一个商店叫一品香 它是个奶油店 波波谱 古代呢 波波是满座人的食品 它是奶油为主 那么汉族这个呢 以大油为主 清真的呢 以香油为主 所以细花糕 粗花糕和奶油糕三种 波波都叫重阳糕 主要是糕子跟那 灯糕那糕 一个声音 对 中国的习近文化 取什么呢 瘦糕九九 步步高升 百事俱高 取这糕是灯糕的意思 都是好糕 好卡糕 穿完糕啊 腰缺要多 左肩要多 重阳嘛 多嘛 所以往往穿完 这边干果 鲜果都有 对 而且我看到咱们这个桌上 还有这么一窝寿面 对 给大家回来看看 对 这个其实过去呢 在重阳节的时候 要吃三样东西 也不能说是吃三样东西 喝菊花酒 要吃这个重阳糕 而且还得吃这个羊肉面 为什么吃羊肉面呢 因为这个羊肉面的 这个羊的和重阳的羊 它是谐音 而且呢 这个羊肉面的这个面 还得是白面 其实就是刚才赵叔老师 跟我们讲的那个 白面的白字和那一百的百 它是少一盒的 也就是取这个意思 一百减一九十九 也是两个九 重阳的意思 想着人家还想吃什么呢 涮羊肉 还涮菊花 菊花羊肉 这羊跟那羊 又是一个声音 对 还有一点九 还真不错 其实我们这寿面 咱能好好来说说 您看 这么多寿面 看起来挺多的 实际上我跟您讲 里面呢 一共就九根面 但这九根面都不短 每根面都是九米长 所以说这也取了一个双九 重九的意思 没错 这个赵叔老师 我想跟您请聊个问题 您好 因为这个我也是查了点资料 说这个重阳节呢 还有一个习俗 叫做归宁父母 对 归宁 又叫女儿节 又叫女儿节 刚才李空 刚才准备拍照女儿节 就是出嫁女儿 可以回来 说这个归宁父母呢 说这个得备好的 这个高